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说出我真实身份后 全场傻眼 宴会厅里 我远远地坐在了婚宴席上 婚宴还未开始 我翻看相册 一张张删着以前根本舍不得删的照片 秋名 一个熟悉的声音自我上方响起 我抬眼 叫我的正是我曾经魂牵梦营 一直放在心肩上的人 今天她更漂亮 任谁看了都会觉得惊艳亮眼 刚刚我在门口还以为看错了 你竟然真的来了 你不会还喜欢我吧 白荣慧说完 她身边的姐妹直接咯咯咯地笑了起来 她身边的人我也认识 是白荣慧的闺蜜 李月月 白荣慧以前总和我生气完失踪 也有她大半功劳 我知道 李月月一直看不起我 哎 前夫哥 我刚刚看了随理账本 上面也没你名啊 怎么 现在穷到混饭来了 不等我开口 李月月就笑得更大声 也是 今天这顿席 上的菜可能一辈子你也舍不得吃呢 我皱了皱眉 李月月将手机甩在我面前 停留的页面是宴席菜单 你瞧瞧 一桌可是八千块钱 一桌顶你一个月工资 喜欢我们家惠惠 你也配 白荣慧拉住李月月的手 别说了 不然一会秋明吃着 该有心理压力了 李月月拍了拍白荣慧 你呀 就是太心善 我都不知道你给她发请柬了 万一让你老公知道你前男友也来了 多晦气呀 我以前敬她三分 是因为她是白荣慧的闺蜜 可如今我已经和白荣慧分手了 她算个屁 我自然也不用再客气 嘴巴吃屎了 就去漱口 别在这叫 李月月听完这句话就炸了 挽了挽袖子 掐住腰 呸 老娘早他妈看你不顺眼了 白荣慧去拉她的胳膊 被李月月甩开了 别拦我 她这个软饭难吃你的睡你的 八千工资分币不而给你花 全给家里 现在你结婚了 她竟然还有脸来 要是我是她 早就修得钻地了 我应该给她拿几个垃圾袋 省着她一会想打包没东西装 听完李月月的话 我看向白荣慧 白荣慧则是心虚地别开眼 李月月刚刚那番话 我还以为她主卫宾弄错了呢 白荣慧仰着我 开什么国际玩笑 我花白荣慧的钱 她以前身上裤衩子都是我给她买的 我笑笑 你就是这么和你闺蜜讲我的 白荣慧没出声 倒是李月月冷笑一声 慧慧当然不是这么说的 我内心燃上那么一丝丝希望 希望白荣慧不是我想的那样 慧慧当初爱你 每次都把你美化 说你事业上升期 钱都要攒着 将来用于共度美好生活 所以两人开销先用她的 呵呵 这话 你这段位也就够骗骗她 李月月这番话 把我刚刚燃起的火苗 交得连星点都不胜了 我什么段位我不清楚 但是我现在清楚的是 白荣慧段位绝对不低 如果我不是和她闺蜜对质 到现在我还被蒙在鼓里 我印象中的白荣慧和她闺蜜口中的白荣慧 简直是两个人 我一直以为白荣慧是一个懵懂可爱 不被世俗所污染的单纯善良姑娘 白荣慧和我在一起时 虽然有些脾气 但满心满眼的都是我 总是古灵精怪 像个开心果一样 女生 谁都会有点小脾气 无伤大雅 我觉得只要是真心爱我就足够了 因为白荣慧总生气 我就会找各种方法逗她笑 我想宠她一辈子 包十六 八柚子 这都是最基本的 我还会洗衣脱地 给她洗脚 甚至学会了全国各地的知名菜系 只是为了让她开心 我把她捧在手心怕掉了 含在嘴里怕话了 她不想出去工作 那我养她就好了 她家里缺钱 那我给她家里打钱就行了 和她在一起 我就觉得以前的日子真是为了狗了 我觉得白荣慧就是我的天赐良缘 为了她 我默默地和家里对抗 擅自退掉了和颇有威望的世家联姻 父亲大怒 停掉了我所有的卡 联系各大公司不让我任职 把我赶出家门 母亲心疼我 说我只要和父亲低头认个错 我就还是那个高高在上的少爷 我觉得爱能停山海 一个爷们 有手有脚的还能饿死不成 不就是让个公司不敢录用我吗 那我就到父亲的手伸不到的地方 我直接干起了外卖员 一次团圆节 母亲叫我回去吃饭 父亲也在 结果没聊几句就又吵了起来 你就那么喜欢那个女人 父亲摔了碗筷 被我气得吞了好几粒药 对 我就要娶她 我耿着个脖子 那你再也别进这个家门 父亲呛刻不止 母亲赶紧为父亲拍背顺着药 眼神看向我 满是无奈 那个女生就那么好 对 她单纯善良又可爱 不像我以前认识的女生 死板刻薄又无趣 我收购你们给我安排的生活了 我起身 不想在这金碧辉煌的家里待上一刻 还有 你们不许找白荣惠的麻烦 也不要用那种拿着钱逼她的那种 老掉牙的方式威胁她 要不然 你们就失去这个儿子了 我再也不会回家 父亲把手上的大戒指 全撸下来 砸向我 滚 切 我巴不得 感觉门外的空气 都比以往的新鲜 我出门就换上了不值钱的衣服 因为我不想让白荣惠 跟我遭受这一切 我也不想让白荣惠知道我的身份 我怕她有压力 我会把一切处理好后 再和她坦白 可是 没等到处理好那一天 白荣惠就和我提出了分手 为什么 为什么分手 那一天我红了眼睛 努力控制 不让眼泪流出 我拉着白荣惠的手 不肯放开 白荣惠也在努力抹着泪 没未来 没未来 我们之间没未来 你能懂吗 怎么会没未来 惠惠 你相信我 白荣惠甩开我的手 哭得几乎崩溃 对 我爱你 我很爱你 可是爱能当饭吃吗 爱能变成房子车子 红票子吗 日常开销 能用爱支付吗 不能 一个月八千块以后 连像样的房子都买不起 我爱你 但是父母 已经帮我物色好了人选 如果我不回去 他们就要上吊给我看 我孝顺了一辈子 我怎么可能 忍心看他们死在我眼前 秋明 如果我有钱 有家事就好了 这样我们就不愁未来了 也不用在意世俗的眼光 父母也不会如此着急了 故里说过 没有物质的爱情 就是一盘散沙 我拦在门口 我不肯放白荣惠走 惠惠 等等我 就快了 真的 你相信我 我一定让你有一场 风风光光的婚礼 惊动整个京圈 你会成为最幸福 够了 白荣惠打断我的话 算我求你了 秋明 放我走吧 你值得更好的 我还想说什么 可是看见白荣惠 祈求的眼神 就像一把剪刀 反复搁着我的内心 可我不打算放弃 惠惠 能不能再等等 秋明 让我走吧 求你 最终 我还是让开了身子 她提着行李箱走的那晚 我点了几箱啤酒 之前没喝过 原来味道不同于红酒 啤酒的味道是微微发苦的 苦得我心难受 我喝了一瓶又一瓶 最后喝到不省人事 再醒来时 就是在医院 母亲说我喝酒喝到了胃穿孔 要是她再去晚一点 估计我这条命就没了 妈 我失恋了 但怎么感觉自己跟失了魂一样 后来的几天 我在家里浑浑噩噩地过着 直到我收到了流金字体红色封面的情节 白荣惠要嫁给别人了 彻底斩断了我的念想 我整理了一下自己 是时候跟过去告个别了 别没告上 造谣套餐倒是给我安排上了 软饭难 原来白荣惠就是这么和别人说我的 我本来是想看着心爱的姑娘 走向幸福殿堂 忠心地来祝福她 没成想 解锁了她另一副面孔 我并没有质问她 毕竟我以前真心爱过她 今天是她人生中重要的时刻 我不会非要闹个难堪 祝你幸福 我起身准备离开这 一秒都不想多待 结果李月月又跳了出来 拽住我的手腕 一脸怪笑 语气阴阳无比 怎么 现在想走了 被我戳到痛处了 你来时候 你怎么不好好 想想 你该不该来 放手 李月月并没有放开 而是继续叫唤着 哦 我知道了 你该不会是怕一会来的新郎太优秀 把你比下去吧 我猜 你本来是来抢婚的 结果一看人家南方 一桌席就八千 宴会厅还是在这么繁华的地方 知道自己没胜算 赶紧先跑再说 一个颠倒黑白的 一个凭空想象的 他俩这闺蜜 真是蚂蚱配蝗虫 绝配 我再说一遍 放手 李月月可能是被我过于凌厉的语气 吓到 刷得收回了手 但眼里的笔是分毫不减 幸好我家惠惠悬崖勒马了 今天一看 我发现你还有家暴男的前置 赶紧走吧 我现在又感觉你可能是来砸场子的 然而刚刚还在一旁默不作声的白荣惠突然出声 别走 我看向白荣惠 他也看向我 我男朋友 我老公想见你 不见 我闲的 我见他 我现在只想见我爸 赶紧给老人家道个歉 不听老人言 吃亏在眼前 秋明 你还爱不爱我了 白荣惠竟然有些急了 我之前稍微有做的不好的地方 白荣惠就会拿这句话质问我 那时我只当他没有安全感 然而 如今在听 却觉得变了味道 他好像在肆意挥霍我对他的爱 来利用我的爱来道德绑架我 我没再走 我倒是想听听 他还能说出什么来 秋明 你知道的 我是迫不得已 我是被家里人逼的 我爱的人还是你 我是真心希望你在场的 白荣惠眼里含泪 顶光落在他眼睛里 如星星般好看 若是放在以前 我会毫不犹豫地将他揽入怀中 一边哄他 一边吻他 用行动来告诉他 我有多真心 我有多爱他 可现在 我却要掂量 他的话里有几分真 我还没反应 一旁的李月月到先及了 赶忙用手捂住白荣惠的嘴 你不要后半辈子幸福了 什么都敢往外说 这个穷逼有什么好啊 长得帅 也不能当饭吃啊 秋明那样的软饭男 就适合找个富婆 你这小家小户的 可禁不住他吃 白荣惠小声和李月月说了句什么 李月月先是震惊 接着是偷笑 最后又变成气氛 可我觉得 可这气氛和之前又有所不同 惠惠你真是善良 我不管你了 李月月甩了甩手 背过身去 而白荣惠走上前 转移了话题 秋明 你怎么这么早就来了 我也好奇 怎么快中午了 宴会厅只有寥寥几人 不是下午一点开宴吗 啊 不是呀 是下午五点呢 你请柬上写的一点钟 难道是请柬上写错了 哎呀 我还特意叮嘱过的 不要把时间写错 白荣惠一副懊恼的样子 然而在我看来 假的不得了 应该只有我那份写错了吧 前男友优待吗 你中午还没吃饭吧 在这吃一点吧 我老公包了全天 我要是走了 岂不是浪费了白荣惠的一番苦心 我倒想看看白荣惠葫芦里卖的是什么药 好啊 我笑着说道 见我答应了 白荣惠明显脸色一松 正好 我把我老公也叫来 我们去了包厢 服务员上菜很快 而主人公来得慢得要死 我看对面的李月月 不停地用手磨嘴 怕是不磨 口水就要流下来了 这时候 我手机谈了一条消息 是白荣惠发过来的 一会发生什么 你都不要生气 因为我有苦衷 是迫不得已的 但我爱你是真的 我回了个恩字 转手把手机扔进了垃圾桶 这个手机 是我当初买来专用来记录 和白荣惠美好回忆的 非这个时间点 把我叫回来干什么 不是要五点才结婚吗 来人打开包厢门 烦躁地拽了拽领带 抬头看见我那一瞬间 惊呼出声 你怎么在这 李月月听见这句话 终于把目光从饭桌上一开 什么 秦少爷 你认识这软饭男 软饭男 你说谁 李月月抱着手肘 眼神瞟了瞟我 这包间就他一个男的 除了他还能有谁 你他 我朝他使了个眼色 妈自让他硬生生憋回去了 我站起身 伸出手 你好 我是白荣惠的前男友 先生觉得我面熟 可能是您家的外卖 我送过吧 听完我的话 对面男人的下巴 好半天也没合上 倒是狂喝了好几杯水 又拿纸巾抿了抿额头 白荣惠 他就是你跟我说的那个前男友 秦哥 是的 白荣惠赶紧起身 挽住秦怀的胳膊 带着他入座 秦怀却根本坐不住 几次朝我这看 想跟我说什么 但都硬生生憋了回去 白荣惠叫来服务员 博耿扬着 自从秦怀到场 他骄傲的就像一只天鹅一般 去 给我们拿这里最好最贵的酒 服务员说了声好 接着就下去了 白荣惠端起一抹好看的笑容 秦哥 这顿饭我请 算是我赔罪的 毕竟是我把前男友叫来爱你的眼 我懒散地往座位上依靠 瞇了瞇眼 有意思 白荣惠可能不知道这里最贵的酒 是什么牌子 什么价格 一旁的李月月 白眼都快翻到天上去了 姓邱的 你今天有福了 我没出声 只是拿出另一部手机 给这家李燕中心负责人 发了一条消息 酒很快上来了 秦淮瞪着那瓶酒 眼睛都要瞪出来了 服务员刚要开瓶 秦淮赶紧给拦住了 手捂着瓶口 喝不得 喝不得 白荣惠却站起身 将酒瓶挪到自己前面 奄然一笑 都说了我请 不等秦淮再说什么 白荣惠手一用尽 硬生生将酒瓶上方的银色雕刻 一把掰断了 发现开瓶方式不对 白荣惠脸微微有些红 接着他看向站在一旁的服务员 有些气愤地说道 还愣着干什么 还不过来开 酒打开后 白荣惠马上给秦淮面前的酒杯针满了 一时间 包厢内酒香四溢 我手指倾扣着桌子 九百万 白荣惠和李月月同时看向我 一个表情不解 一个表情讽刺 这酒 去掉零头 九百万 李月月痴笑出声 而白荣惠赶紧拿起手机 应该是在查这款酒 秋明 你是不是出门忘吃药了 在这说什么疯话 李月月见白荣惠不说话 赶紧凑过身去 看见手机屏幕的那一刻 表情变得凝重 嘴唇都开始有些哆嗦起来 真 真九百多万啊 波罗地海福特家 俄罗斯寡头的儿子赠予我的 恰巧我怕被我老爸拿去喝 所以我存在了这里 果然互联网发达 如今都能查到品类了 毕竟 一般人不会在互联网上 看见关于她的任何广告 一瓶酒 一套房 不是吹 白荣惠直接被吓得跌在座位上 差点滑下去 而一旁的李月月连忙摆手 我可一点都没喝呀 白荣惠缓了一会 弯了李月月一眼 接着 眼角一出泪 一副我见油帘的模样 秦哥 我 白荣惠欲言又止 模样小心地 观察着秦怀的反应 秦怀没说话 他当然说不出来 秦怀的钱都被股市套着 他可拿不出这九百万现金 倒是他老子可以 白荣惠又叫来服务员 这酒我们一口没喝 只是倒在了杯子里 可以退吗 服务员一脸看精神病的表情 嘴上说道 我去问问我们经理 白荣惠没有了刚刚的气焰 连连朝着服务员道谢 我心底发笑 看来白荣惠的天真不是装的 他是真天真 秦怀又抽了一张纸巾 擦了擦额头 也遇到 九百万的酒 你也真敢开 还是收藏款 白荣惠苦着脸笑 可能是一孕傻三年吧 这句话落在我心里 一旦激起千层浪 我一直舍不得碰的人 结果分手没多久 就说怀孕了 我先走了 我没心情再陪他玩下去 你不能走 白荣惠朝我喊道 今天叫你来 就是让你得帮我证明 这孩子是情歌的 不是你的 因为我们根本就没干过那事 我根本没让你碰过 你根本不行 妈的 一个正常男人 被女的喊着 当着另一个男人的面 被喊不行 谁能忍 反正我他妈忍不了 我转头冷笑 白荣惠 你好样的 老子现在就让你看看 到底是谁不行 我一把拽过白荣惠 力道大道 他衣服 被我扯下来一半 白荣惠尖叫着 座位上的李月月 已经被吓傻了 而秦淮冲上来 一把抱住我 我拽住秦淮的衣领 力声道 滚 别让我说第二遍 秦淮则是一直 小声重复着 犯不上 犯不上 真犯不上 因为一个娘们 敬橘子几天 现在查得眼 我一拳 把秦淮奏倒在地 接着放开了白荣惠 我冷眼 屁腻着地上的人 之前她是我女人 你知不知道 秦淮狼狈地爬起 不知道 我真不知道 我哪敢 秋明 如果秦歌出了什么问题 我跟你没完 秦淮话没说完 就被白荣惠 奸生打断 你以为 当初我跟你在一起 是值得什么炫耀的事吗 我连朋友圈都不敢发 在亲戚面前也不敢说 我根本不敢 让别人知道 我们在一起 我跟一个穷逼在一起 别人过得都比我好 我想要的 你根本给不了我 我凭什么 把自己交给你 这女的直接给我气笑了 所以你转头 就跟别的男人开房 白荣惠冷哼一声 秦歌样样优秀 答应娶我 给我幸福 有钱有车有房子 你自己不争气 凭什么 对我奔向更好的幸福 指手画脚 如果不是那晚就中标了 秦歌怀疑 孩子不是他的 我根本不想看见你一面 我说不喜欢包 你就真的不给我买包 我说我喜欢你做的菜 你就在家做给我吃 窝囊死了 我连关于个人日常的朋友圈 都没办法晒 我就没见过你 这么直的男人 而秦歌不一样 他懂我 白荣惠一脸幸福的模样 我今天算是见世面了 生意场上我如鱼得水 情场上我是傻逼一眉 秦怀眼见我的脸色越来越黑 赶紧从地上爬起来 朝我走来 结果这个时候 几个推着推车 上面放着大纸壳箱的服务员 找了过来 身后还跟着几个银行人员 还有两个穿着制服的警察 请问是白荣惠小姐吗 白荣惠有些不解 但还是打了招呼 我是 行长模样的人朝后一挥手 接着几个服务员将纸箱上面的彩带解开 里面赫然一片红 白荣惠看见后几乎站不住脚 李月月离开座位好奇地凑了上来 结果连连后退 嘴巴惊得张得老大 钱 都是钱 我的妈呀 这些香 李月月磕磕巴巴地说完一句话 接着猛地转头看向白荣惠 卉卉 这是你的嫁妆吗 你之前说你是富二代 父母为了考验你 你说你来体验生活来了 我还不信 你这深藏不露啊 白荣惠没说话 但是马上变换了一副样子 好像这些钱真的是他的一样 我冷眼旁观着这一切 富二代 他要是富二代 我都能得到成仙 我一直以为白荣惠是一朵清冷白花 出身虽然不好 但一直很有原则 现在看来 那些只是做给我看的 实际上他又当又利 银行人员这时候拿出几台验钞机 几个人开始清点着树木 李月月两只眼睛瞪得多直 卉卉 这么大的事 拿这么多钱来 你家里怎么不告诉你一生啊 白荣惠低头不好意思地笑笑 对我们家来说 这些是小钱 随着最后一落钱清点完毕 行长起身 恭敬地说道 您好 这里共计一千九百二十三万 礼金的收款人是您 白荣惠小姐 行长看了我一眼 又加了句话 送礼人不姓白 李月月不解地看向白荣惠 白荣惠却没有半点心虚的样子 随即一笑 那可能是我父母的礼金还没到 接着白荣惠又贴上秦怀 秦歌 你是想给我个惊喜吗 她这句话直接把我逗乐了 我实在没想到她能蠢到这个地步 白荣惠眉头一皱 你笑什么 我还没说话 李月月赶紧过来拍白荣惠马屁 她一辈子没见过这么多钱 今天借光看见了 可不得笑 她回去有的吹了 毕竟某人穷的 人来了 连礼金都没随 还妄想着让惠惠回心转意呢 白荣惠挽着秦怀的胳膊 抬头看向她 目光温柔 笑容甜美 看 我都说了 我前男友连你一根脚趾头都不如 这回你信了吧 下一秒 她的一声脆响 白荣惠被秦怀掀翻在地 还附赠扇了一巴掌 你自己想死别带上我 你知道 你现在在埋太水吗 你前男友是我干爹 变故来得太快 李月月再一次被吓得不敢动地方 而地上的白荣惠一副狼狈姿态 精心竖好的头发散落了一半 不知道秦怀刚刚用了多大的力气 白荣惠的脸已经开始发红发肿 白荣惠捂着脸 满眼的不可置信 你说秋明 是你干爹 秦哥 别跟我开玩笑了 你俩看着明明年龄没差多少 秦怀往地上催了一口 我爸和他是拜了爸子的兄弟 我认秋明做的干爹 感情前几天你一直骂的人是我干爹 不 不可能 你一个秦家少爷 怎么会认那么一个穷酸男人做干爹 你侮辱谁呢 你说我爹穷 白小姐 刚刚跑去询问经理的服务员 带着经理正好过来 经理看见白荣惠坐在地上 只是微微一愣 接着公事公办地说道 白小姐 这酒开封了便不能退 而且这酒也不是我们的 是邱先生的 只有邱先生开尊口说不追究了 我们才可以不追究 邱先生 白荣惠难难念叨 然后像是想起什么 猛地抬头看向我 我冷笑一声 市场价 九百三十二万 可以抹个零 九百万 经理朝我鞠了一躬 转头一脸冷漠地朝着白荣惠说道 白小姐 这一桌需要结款九百万零一千七百五十四元 请您一会儿去前台结账 白荣惠扶着柱子颤颤巍巍地站了起来 我有钱 我有钱 接着转头看向银行行长 你 一会儿拿出去一部分去结账 这我做不了主 需要您签字 我抬手挡了一下 不用了 帮我送回银行 辛苦你们跑一趟了 白荣惠先是一愣 接着有些疯癫地朝我喊道 你凭什么决定这些钱 我没抬头 只是摆弄着手上的檀香珠串 而银行行长招呼着那些人重新封箱 白荣惠扑上去 这是我的钱 你们无权拿走 秦哥 你说句话 求你 银行行长将他一把拉开 这钱的主人不姓白也不姓秦 而是姓邱 撂下这句话后 行长招呼着人 走了 白荣惠看向我 不可能 不可能 这些钱怎么会是你的 你怎么可能在这么短的时间内 变得这么有钱 白荣惠低声念叨着 忽然猛地大声 我知道了 一定是你做了什么 违法见不得人的勾当 白荣惠你少放点屁行不行 秦怀 见我不再给他使眼色 终于能敞了开地说 高兴坏了 造谣犯法你知道不 我干爹别说 是两千万 就是一个亿也能分分钟甩你脸上 秦怀觉得说得不过瘾 脸一转 看见摊在椅子上的李月月 还有你 说我干爹是软饭男 我没记错你工作就是在万里大厦吧 你知道那里的总裁姓什么吗 还没开始审判呢 李月月听见这句话 直接从椅子上滑跪在地 我我我都是听信白荣惠的话 她总说秋 她总说她男朋友这不好那不好 滚 不等李月月说完 白荣惠就立声骂道 还不是你 一天天炫耀自己工作多好多好 一个月三万块 还轻松的不得了 说我一个月八千 日子简直没意思 李月月听完撇嘴 拉倒吧 我现在怀疑八千块钱都不是你赚的 白荣惠上前 一把抓住李月月的头发 变得有些歇斯底里 要不是你 我现在早就和秋明发生关系了 你总说秋明那个男人不值得拥有我 那我还说秦淮不值得拥有你 你咋还把人家灌醉 非要自己爬床呢 不就是图人家钱 李月月说完这句话 白荣惠惊恐地望向我 我早该想到 分手大戏都是白荣惠自导自演的 我还像个傻逼一样 差点把自己喝死 不是的秋明 秋明你听我说 真的是家里逼迫我的 我不想和你分手的 我说过 我这一切都是有苦衷的 白荣惠松开李月月 泪眼汪汪地看向我 我现在觉得胃部有些生理不适 我问她 你爱我 白荣惠猛地点头 如小鸡灼米 我靠在柱子上 慵懒地放松身体 勾了勾嘴角 秦淮 我想听听她是怎么说爱我的 白荣惠脸瞬间刷白一片 立即出声道 不行 接着白荣惠拉住我的衣角 泪眼汪汪 我和秦淮是逢场作戏 我说的话不能当真 李月月立马见风使舵 那你跟秋明还在一起的时候 和我说的总归是真的吧 白荣惠那一瞬间没有控制好 她想要杀人的表情 你能不能闭嘴 秋总 而且她和你谈恋爱期间 同时脚踏几条船 白荣惠抓起一旁的椅子 一把朝李月月之去 你就是看我过得好 你嫉妒 你怕秋明回心转意 你在这放狗屁 李月月吃了痛 撸胳膊晚秀之后 将白荣惠推倒在地 压坐在她身上 我今天就要替秋总 好好置之你这个表里不一的表子 去你的 你是什么身份 你敢 以后我是秋总夫人 别做你那青天白日梦了 不是你骂秋总的时候了 你说秋总还没外面乞丐赚得多 又男女事都不主动 你说不要 她就真的不来 你说她还不如农村种地的厉害 李月月你把你那嘴闭上 白荣惠 你放着那么大块肉不要 去找小虾米你要笑死谁 两个人狗咬狗掐得火热 我朝在一旁已经看傻了的秦淮 比划了一下手势 秦淮立马会议 拿着手机出去了 战争持续到围观群众越来越多 白荣惠的衣服都已经被扒掉了一层 头发全部散下 蕴开得装活脱脱像个女鬼 努力地踹开李月月朝我爬来 秋明 带我走吧 你今天来不就是想带我走吗 这时 大厅忽然响起一个女生 带你走 你配吗 未见其人先闻其声 一个踩着高跟鞋 身材窈窕的女人抱着文件走了过来 轻易地挽住我的胳膊 白荣惠顿时红了眼看向我 质问我道 她是谁 白小姐 你这是在以什么身份问我 我是你女朋友 哦 可我记得我们已经分手了 你没同意分手 所以不算分 白荣惠今天不止一次让我大开眼界 世界上怎么会有如此不要胡搅蛮缠的人 结果更让人大跌眼镜地在后面 白荣惠越说越激动 而且你还骗了我 为什么你隐藏你自己的身世 说自己是外卖员骗我 还一直跟我装穷 爱人之间的爱应该坦诚相待 我乐了 我连她衣服都没脱过她 跟我讲坦诚相待 我拿过文件 打开 一字一字地念 每念一分 白荣惠的脸就白一分 白荣惠 原名 白秦 婚姻状态 已婚 我把文件转给白荣惠看 有图有真相 甚至她家祖籍资料都在上面 白荣惠一把抢过去撕了个稀巴烂 骗人的 骗人的 是你旁边那个女人捏造的 你个贱人 我们素不相识 你就来害我 我害你 我没那个闲工夫 要不是看我哥恋爱脑都到晚期了 我才不回国来给她治 我以为把我哥迷恋地放弃自己少爷身份的女人 怎么也得倾国倾城 国色天香 秋情眼睛上下打亮了一下白荣惠 接着又朝我说 哥 不是我说你 她除了大典没啥优点 你喜欢这样的 我能给你介绍一箩筐 保证你进去就得得得 我赶紧出声 打住秋情的话 我这妹妹在国外待久了 语言也是愈发地开放 听见我们的对话 白荣惠在地上呆若木鸡 妹妹 这时 秦淮回来了 后面还跟着两个警察 见到白荣惠 一把把她架起来 跟我们走一趟 白荣惠使劲地发疯 听什么 放开我 秦淮低下头 朝着白荣惠说 就凭你犯了重婚罪 又涉及诈骗 你骗我钱 骗我爹感情 警察听见这里不清的关系 看了我们好几眼 我微微别开头去 毕竟这不是啥光荣事 白荣惠被带走时 还一直尖叫着自己是邱总夫人 后来期间 我去监狱看望过她一次 她见到我就开始哭 不断地扇着自己的巴掌 说自己有眼不识泰山 求我重新跟她在一起 你来看我 不就是对我还有感情吗 我觉得 要不就是她脑子抽了 要不就是曾经 我给了她太多自信 我做了个暂停的手势 白荣惠立马进了声 满脸稀记地看着我 我轻声说道 我来是想告诉你 你还欠着九百万呢 出玉记得还 我挂断了电话 没再去看白荣惠 崩溃抓狂的表情 我出了监狱门 外面阳光大好 看来 我们都有光明的未来 好了 这就是今天 给您带来的全部内容了 大家记得订阅留言哦